當然大家就很關注幾隻龍頭股 但暫時就未見到騰訊和網易的遊戲 是有直接獲批的 是否都可以已經改善到 這些相關股份的投資氣氛呢? 都算是 因為至起碼你每個月 現在都保持著批幾十隻出來 雖然的量比起停批之前 可能每個月平均都接近90隻 甚至乎高峰期100幾隻 現在就真的批得少了 但亦都不排除可能因為很多遊戲公司 之前都發覺監管慢慢嚴格了 他們在研發上面 或者開發新遊戲上面是慢了 變相就算現在批也好 可能根本整個遊戲的量 都未必說真的那麼多 又或者本身現在的審批上面 是嚴格了都未定的 因為之前都有很多條例出來 針對現在要開發遊戲 要兼顧很多元素 例如在一些未成年人的保護系統上面 例如在課金的環節 或者是玩時數上面 會不會在遊戲上面都已經給了一些限制呢? 另外你說在內容上面 例如在某些遊戲的角色 會不會是有些比較敏感的內容 或者是整體遊戲的概念上面 會不會都牽涉到很暴力 一些色情的元素又不行 所以我覺得你說現在審批上面 一定是嚴格了 但是至少每個月都有 譬如60款遊戲出 我覺得市場氣氛是會有些改善的 但是你說今次那個 就是發遊戲版本 還沒有騰訊和網易 都連續是兩次的 上次都沒有的 所以都要留意回 究竟這些大的遊戲公司 面對什麼問題 為什麼遊戲是幾次都批不了給你呢? 但是幸好 例如網易為例 其實近期我都看得比較好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雖然它沒有新的版號 但是它在過去這一年裏面 出的遊戲 幾隻都是很受歡迎的 去年第三季出的《Harry Potter》 大家都知道 這半年裏面 為什麼在網易的業績之前 零零射射射特別好 都比騰訊那麼多 就是靠《Harry Potter》 還有另一隻叫《永劫無間》 就去年推的 你說最新鮮來講 剛剛都是應該前那個禮拜 推了一隻《Diablo》的手機版 Diablo 如果本身有差不多 打機連資的朋友 都應該不會陌生的 因為這遊戲本身 在20年前的時候 都是電腦遊戲出 就是由Bitsit那邊 去推出一個很重磅的IP遊戲 你說到現在來講 就轉型去做一些手機版 但是基本上有很多粉絲 之前玩開電腦版那些 都會希望繼續玩下去 所以你看到它一出頭幾天 在美國、日本、韓國的下載榜上面 是即時飆到第一位 當然你說課金上面 慢慢累積 你看回遊戲的正收益方面 暫時就未說去到第一 但其實都是在講頭幾名 每天裏面都是不斷攀升 這個還是國際版 去到六月尾那段時間 應該六月二十幾號 內地版也都會推出 內地版我覺得會更加是瘋狂的 所以你說網易靠這隻遊戲 去到下半年那個 無論是流水量 或者整體收入那個貢獻 是應該會多強 所以如果你說遊戲股裏面 就不是說閉上眼就隨便買 而且做個功課 究竟有些什麼遊戲公司 最近這半年裏面推的新遊戲 是真是好 真是多人玩 多人願意去課金 那些你買下去 City會是相對著數一點 反而騰訊是一般的 因為騰訊最近這一年裏面推的新遊戲 沒什麼特別的 現在都仍在吃老本 都在靠幾年前那些遊戲 例如是黃瓶精英 都仍是靠這些舊的遊戲 你也是頂著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看好這些 遊戲科網股 我首選都是簡直是網易 但是那個策略是 今天不管了 你閉眼照衝進去 你怎麼看網易如果沒有貨的話 可以怎樣補償 我覺得網易可以看下 有沒有機會落到八六元以下 就是偷下雞 沒有機會去回一回的時候 可以買回 然後你說再看上去 所以我就會 都可能看上去什麼 之前一百八十幾元的價位 所以這隻就暫時 短線就先看去回一回才買 是